我要搭這一班 我要行咧 我覺得很奇妙耶 為什麼都沒有人 有個超帥的東西 我第一次看到 要抵達傳說中的班夫小鎮 大部分的人都會先到卡加利 Hello 各位 我今天要搭飛機去卡加利 我現在正在看在Line上面 就是他可以直接直達 打機場 所以我們就去吧 Go 機場的第二班 我是從溫哥華搭乘國內線 大約一個半小時的航程 去到了卡加利 到機場了 超快的 中間要只會一個小時 搭交通工具就到了 其實我的飛機是7點 然後現在才4點 我其實超級無地找到了 等他們開櫃什麼 然後再等一下 我要搭這一班 我搭的是Line Nix航空 它是加拿大新推出的廉價航空品牌 拿到機票啦 接下來要去登機 穿肚子的話 要把它拿起來 才可以 過關 過完安檢啦 實際上 實際上 其實真的超級快 根本就沒有 拍什麼 對 3分鐘吧 所以現在時間大概 5點 完全就是在等他開櫃而已 超快的 然後我們飛機是 7點10分登機 這裡進南會有一個 滑航耶 我有加購一件托運行李 機票總共200元 加幣大約是4800台幣來回 我覺得我等一下應該會等很久 因為我真的提早 太早來了 現在還有兩個小時 等一下就在這個等機嘛 所以全部都是 這家西捷航空公司 他們一直delay 我是Data Girl 我是Data Girl 我是Data Girl 這裡飛機上不會工廠 所以要自己帶零食來 然後現在等著 很無聊 然後現在等著 想要來吃一下 餅乾 餅乾 希望等等旁邊沒人 小小的 好像還有敷一杯子 才三天 一杯子 可以在旅程中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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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跟您一起搭配 整體搭下來 整體搭下來 我覺得很不錯 非常的準時 行業也都很安全 很快速的拿到 雖然設備很簡單 但是內裝 也不會有太老舊的感覺 我們搭 卡加利 現在溫度好像 -15度左右 大家就看到 快不會冷啦 我等一下要搭 300號公車 然後我已經買好 他的票了 等一下就可以直接 用這個QR Code 掃出去 就可以了 等一下拿完行李 就要去搭公車到市區 找到轉盤了 還沒放出來 我現在是穿這樣 我現在是穿這樣 這也還好啦 有包起來就真的沒有很冷 我是覺得比吉林還不冷啊 吉林-27度 哈囉 我是找那個展台 找不到啊 他要五分鐘 我現在待在裡面等 不然 會感冒 1號出口 這樣出來 然後就有一個 超小的啦 我沒有特別下載 網路上說的 卡加利公車APP 我直接用溫哥華 介紹很多次的 Transit這個綠綠的APP 可以直接在上面買票 從機場到市區 搭300號公車 票價是11.25加幣 好啦 我下公車了 我下公車了 我想要走五分鐘的路 到 我的站 我要認真走路 真的跌倒 好安 今天是我在卡加利的 第一天早餐 現在已經 10點半 我住的Hustle有附早餐 非常美式的早餐 賣片 然後還有 剛做的一個送餅 還有咖啡 柯柯什麼的 打開看看 哇黏住了 糟糕了 尷尬 最平衡的沙丁 太賺了 這不是嗎 其實講得很糗欸 我要出門啦 這是他們的巴士站 這條路線的公車都是免費的 就貫穿整個市區 感覺是很高級的那種列車 我 我在第三街下車 然後 直直走就可以到 一個公園 對 這裡好像也沒什麼可以逛 所以我就想說 去公園走走吧 這裡的市景很 我覺得很奇妙欸 為什麼都沒有人啊 你看 這是他們的大馬路喔 這邊建築物跟建築物之間都有做天橋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冬天這裡真的很冷 所以走這個天橋就不會冷 王子島公園 王子島公園位於卡加利市中心的北面 走路大約15分鐘 是當地居民的後花園 冬天河都結成冰了 也布滿著白雪 是一個非常適合散步和跑步的公園 地板比溫哥華好走很多 因為他們都有把雪清乾淨 好 這裡有一間咖啡廳 River coffee 感覺滿有情調的 然後這是這個路 有個超出來的東西 我第一次看到 將將 希望我拍到 它上面是冰欸 冰在流欸 然後 幫美麗的雪 白白 然後 前面有一個橋 它立人一定都會覺得 這個人是怎樣 那麼冷 然後出來這邊 就是要看 很多人在這裡散步 還有六狗 螺木鳥 這是卡加利的圖書館 超級空曠的 跟溫哥華差很多 這裡就像是上海那個外灘 的那個徒步街一樣 卡加利塔 今天是禮拜一 上班日 可能才沒有人吧 我也不曉得 我們現在到了超市 我等一下要去買一點 東西 找到一個超讚的 超大一個 這麼大 我應該可以吃三天 然後十塊錢 剛剛 剛剛 進 又回我的 住宿的地方換一套衣服 順便休息一下 然後我發現 這樣穿其實就夠啦 裡面穿 穿一個羽絨 然後外面加一個 褲頂 夕陽反射到那個建築 建築物都變橘橘的 超漂亮的 拍不太出來 但用眼睛看很漂亮 現在要來逛 卡加利的EMC 蠻大一家的 這邊又有一家 7 卡加利好多7 看一下所有東西可以買 跟溫哥華的差不多 跟溫哥華的差不多 他們都在買滑雪的東西 嗨咯各位 我們等一下要搭 車去Benz 現在在等我的車 我穿超級多 一件羽絨衣 然後一件雪衣 一件那個內搭衣而已 然後熱 熱的要死 我現在其實裡面一直在 冒熱氣 因為今天負久度 沒有到特別 感覺很冷 幾乎所有的大飯店 他都有點可以 讓你等 應該是那一台 你一件事 你就是誇張的 我們會先來